国防产业发展条例中华民国111年11月15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发展国防产业 达成国内研发 产制武器装备及后勤支援为优先之目标 以落实国防独立自主之基本方针 特制定本条例 国防产业之发展以本条例之规定 其他法律规定较本条例更有利者 从其规定 第二条 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为国防部 本条例所称主办机关为国防部 经济部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 第三条 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 一国防产业 只以国防需求为目的 从事研发产制 维修国防与军事用品之国防科技工业及相关产业 二外国厂商 只以外国法律设立 提供列管军品或协助国内法人 机构或团体研发 产制 维修列管军品之法人 机构或团体 三 军品 指国军执行国家安全与国防目的直接相关并符合军用规格之武器 弹药 作战物资即可供军事用途之软硬体 四 一等列管军品 指主管机关认定国内法人 机构或团体具研发 产制 维修潜能之武器 但要即可供军事用途之软硬体 五 二等列管军品 指主管机关认定国内法人 机构或团体具研发 产制 维修能力之武器 但要即可供军事用途之软硬体 或具研发 产制 维修潜能之作战物资 六 三等列管军品 指主管机关认定国内法人 机构或团体具研发 产制 维修能力之作战物资 前向第三款至第六款锁定武器 弹药 作战物资 可供军事用途软硬体之范围 与一等至三等列管军品之认定基准 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会商其他主办机关定之 第二章 厂商分级及国防安全管控 第四条 一我国法律设立之国内法人 机构或团体得向主管机关申请列管军品厂商资格级别认证 以下简称级别认证 主管机关受理前项申请 应由公正第三方 一国防产业专长领域项别及下列事项实施级别评鉴 区分为甲级以及级秉级 一科技水准 二经营规模及军品研发产制维修经验 三创造国内产职及国内就业机会 四产业 学术研究机构以下简称产学研合作及与外国厂商工业合作绩效 五与外国厂商从事研发 产制 维修合作绩效及产品或原厂认证之证明 六 诚信旅行政府机关购契约记录 七 自通安全管理维护记录或集合结果报告 前项之公正第三方应具备充足资源及认证能力 且与被认证对象不得有利害关系 主管机关对完成级别评鉴厂商执行国防业务相关人员 设施 被 资讯系统及安全有关之事物 实施安全查核 不合查核基准者 以下简称合格厂商 核发该国防产业专长领域项别之列管军品厂商资格级别认证合格证明 以下简称合格证明 第一项级别认证之申请条件 第二项国防产业专长领域项别 级别评鉴基准与程序 前项合格证明之核发 校期 记载事项 变更 废纸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会商其他主办机关定之 第五条 主管机关应每年定期对合格厂商及列管军品得标厂商之下 由供应厂商持续办理安全查核 但有特殊情形 必要时得不定期办理安全查核 前条第四项及前项安全查核之对象 内容 实施方式 地点 程序 查核基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条 合格厂商之负责人 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曾犯或于雇佣期间犯下列各罪之一 经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 而未受缓刑宣告或未准一颗罚金 易服社会劳动 且经废纸合格证明者 主管机关应限制其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不得再申请级别认证 一 犯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第1项 第3项第33条第1项 第3项或第34条之罪 二 犯刑法第109条第1项至第3项 第111条第1项 第2项第132条第1项或第3项之罪 三 犯贪污至罪条例第4条第1项第5款 第5条第1项第3款或第11条第1项至第4项之罪 四 犯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1第1项 第2项第13条之2第1项或第2项之罪 五 犯国家安全法第5条之1第1项或第2项之罪 六 犯陆海空军刑法第20条第1项至第3项 第21条或第22条第1项至第3项之罪 办前向各款之罪 经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 而未受缓刑宣告或未准一颗罚金 易服社会劳动者 主管机关得限制一定期间内 不得担任其余合格厂商之负责人 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第7条 主管机关任有必要时 得依合格厂商之申请 指派或协请相关机关支援适当之人力 装备进驻 协助执行安全维护 前项申请 合格厂商应支付之费用项目 基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第8条 列管军品或其研发 产制 维修相关技术 文书图表之输出 应经主管机关核准 一等列管军品输出核准前 应经主管机关与其他主办机关 共同评估 未经核准输出前项列管军品 技术 文书图表者 主管机关得废止 其合格证明或限制 其一定期间不得申请级别认证 第一项列管军品或其研发 产制 维修相关技术 文书图表输出核准之申请条件 程序与评估 前项限制申请期间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会商 其他主办机关定制 第三章国际合作及研发投资 第九条 主管机关及经济部 应以推动符合国外原厂认证 之国内认证制度为目标 在未达成目标前 应协助合格厂商取得国外原厂认证 主管机关及经济部 应辅导合格厂商 拓展军品之海外销售市场 并协助其一规定申请办理 推广贸易业务补助 第十条 主管机关及经济部 应鼓励外国厂商与合格厂商 进行产业合作与相互投资 主管机关德媒和政府 民间基金或创业投资事业 共同投资 具研发 发展潜力之合格厂商 第四章 国防产业之支持及升级 第十一条 为及由提升产学研之国防科技 研发及产制能量 以促进国防科技自主 及产业发展 行政院应指定专责机关或单位 统筹建立非高级敏性国防科技之跨部会预算规划 协调监督等相关机制 并推动下列事项 一 盘点的供非高级敏性之国防科技研发重点项目 二 定定产学研合作综合规划计划 三 鼓励产学研人才培育发展事宜 四 召开计划审议会议 其成员应包括学者 专家 及相关机关代表 五 协调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相关预算编列 六 监督相关预算之执行成效 前项专责机关或单位 应定期向立法院报告国防科技自主 及产业发展情况 预算规划及产学人才培育发展 第十二条 政府或相关行政法人得以政府政策 国防产业专长领域项别及需求 奖励合格厂商 前项奖励得以下列方式为之 一 捐补助 二 资金 技术投资或授权 三 优先采购军品 四 提供融资及优惠利率 前二项奖励时机 对象 条件 基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会商 相关机关定制 第十三条 合格厂商有于国内测试列管军品之必要 得向主管机关申请协助 亦有研发 产制 维修之限制或阻碍时 主管机关及其他主办机关得提供协助 原属向国外采购之列管军品 于合格厂商具有该军品产制 维修能力及获得系统原厂之技术已转时 非经主管机关核准 列管军品维修需求单位 不得送国外维修 第一项列管军品测试协助之申请条件 范围 程序 收费基准 损害赔偿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第五章列管军品需求经营 第十四条 列管军品之采购 得兼顾迅速成军与性能提升之需求 前项采购 对于适用我国递节之条约或协定者 仍依其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一等列管军品之采购 不受政府采购法及其施行细则有关规划 设计服务厂商不得参与后续投标 作为绝标对象或分包厂商或协助投标厂商规定之限制 第十六条 一等列管军品采限制性招标时 不受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之限制 主管机关得势投标厂商资格级别 要求其提供研发、产制、维修潜能或外国厂商支援相关说明 一等列管军品 经主管机关会商其他主办机关评估 认定向国外采购较符合经济效益与国家安全利益 并陈报行政院核定者 已向国外采购办理 前项评估应包含落实技术转移 促成国内研发、产制及后勤支援 第十七条 二等、三等列管军品之采购 除有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锁列情性德彩限制性招标外 才选择性招标 以最有力标绝标为原则 主管机关得势投标厂商资格级别 要求其提供研发、产制、维修能量或外国厂商支援之相关说明 二等、三等列管军品之最有力标评选项目与配分 应加入国之产值比例、厂商级别加分 合理成本分析、与外国厂商工业合作额度及项目等考量 其评选项目与配分由主管机关会商其他主办机关定制 第十八条 列管军品经二次开标后未能绝标者 主管机关得会商其他主办机关评估后 核定改向国外采购办理 前项评估应包含落实技术转移 促成国内研发、产制及后勤支援 第十九条 列管军品研发、产制、维修之关键零组件及原料 不得来自大陆地区、香港、澳门或其人居民 法人、团体、其他机构于第三地区投资之法人、机构或团体 但因特殊需要经主管机关会商其他主办机关同意者 不在此线 前项第三地区投资之法人、机构或团体之认定 准用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 第六章负责 第二十条 主管机关、其他主办机关及相关机关应于本条例公布后 二年内完成相关计划及配套措施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实行日期由行政员以命令定制